本节目由冠方山楂树下独家冠名播出 山楂树下新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本节目由冠方山楂树下独家冠名播出 山楂树下新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亲情打造优酷全网独播的青春手艺人 打开电视用哭喵 大屏真响更好看 上优酷搜索说学逗唱圈 围观德云社空降 书接上回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话说某一日 手艺客栈接到一封 飞鸽传书指明收信人为 鸾 如今写信的人已经不多 能用上飞鸽传书这样古老的联络方式 想必对方也不是凡夫俗子 其中的内容令人大吃一惊 只经得是捏呆呆发愣 那么这封书系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咱们一起看个分明 今天这个主题太好了 是 是关于服装服饰的 对 这期节目大家一定都得看 因为据不完全统计啊 每个人出门只要上马路的话 必须得穿衣服 这不废话吗 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呢 谁都离不开衣服 您出门也得穿着衣服吧 我也得穿 既然穿的话 我问您一个问题吧 您说这个穿的衣服啊 它穿的是什么 您早问我这问题 解释解释 这手拿板钻呢 您回答 咱穿的是衣服 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 这是废话了 我交给交给你啊 记住了 穿衣服穿的是品位 那戴手表呢 戴手表戴的是品位 这不也是废话吗 全是品位 都是一样的 就看这一个人的身份 位置都不一样 您比如说吧 您举例子 什么样的人 就得穿他相应合适的衣服 对 我问问您 比如说这孩子刚出生 婴儿的时候 他穿什么衣服 婴儿那就得穿着 婴儿服 对呀 婴儿嘛 是不是 婴儿服啊 大家都见过 都是那种连体的 开档裤 纯棉的 那小孩穿着 大伙一看着活泼可爱 是 换个人穿就不合适 别人穿不行 比如说给您穿上 到我这儿了 说相上不穿大褂了 改什么了 来一个连体开档裤 您这说相上 这不行 您没说大伙就乐了 是 开着当呢 这玩意 这站不稳呢 不合适 对 对吧 所以说小孩穿上 您看着就和谐就好看 再给您举个例子 还有例子 比如说吧 拿您来讲 又到我了 您家不是住的136楼吗 我没有 好多高我都摸着天了 举例子 那年赶上夏天 刚进三幅的时候 正热的时候 您把空调给卖了 我有毛病 这么热天 把空调还给卖了 不是 您家空调坏了 坏了 三幅天空调坏了 我点太背了 多让人着急啊 我命太薄了 家又住136楼 100多层 顶层啊 是 离太阳更近了 哎呀 自己赤巨资修了 那个阳光房啊 我这是蔬菜大棚啊 你说这么热的天 没有空调 您怎么办呢 怎么办 那我怎么办 我呀 干脆这样 我下楼找个商场 有空调地 我凉快凉快 不行 那个电梯坏了 但我这什么全坏 你下楼你下不去 嗯 你只能降了散了 不那 你说你这样的情况下 这么热的天 又阳光房 它那房顶的全是放大镜的 还全是放大镜 我在找楼 你这个情况下 你说在家里头 你想选择穿什么牌的羽绒服呢 我 还得了 我还羽绒服啊 我薄点吧 我就裤衩背心 背心裤衩 对 怎么凉快怎么来 是啊 正在这时候 嗯 您来了一个微信 哦 来信息了 给您发消息来了 什么内容 您的前女友啊 又要结婚了 好 又要结婚了 地儿稍微远一点 哪儿 就在那个西伯利亚那时候举办婚礼 你说西伯利亚也不就嫁给谁了 啊 嫁谁跟你有关系吗 嗯 那么现在还惦记人家 人家嫁给北极熊跟你有关系吗 我也管不着了 还是 他结婚跟我有关系吗 你一看这个 你高兴啊 我 替他美的哈 哦 你得随份子去吧 我要送上一片祝福 你当时穿着背心裤衩呢 嗯 你就这样就奔了那个哪儿了 就奔那儿了 啊 头冷的 是不行啊 行不行啊 啊 你到那儿去了 他不和谐 穿着背心裤衩 给人倒起去 也不礼貌了 对 这不是礼貌不礼貌 是冷 对吧 嗯 到那儿呢 你就得穿上那个 很保暖的那个服装 对 这不就和谐吗 嗯 再举个例子 嗯 你比如说吧 参加那个盛大的一个酒会 哦 人都穿着什么礼服啊 是啊 什么女士穿上高跟鞋啊 对 有的断着红酒啊 多好看 拿着小包啊 是啊 看着这么有气质 嗯 他和谐 他协调 你要去呢 哦 穿着大褂 大褂好吗 你不来裤衩 嗯 脚底来塑料凉鞋 还得是塑料的 这时候拿着一盒毛豆 嗯 这拿着半瓶的啤酒 我是半瓶 没等上一楼就给你轰出去了 就是 所以说您这种形象 跟那个气质 它就不符合 哦 哎 这个是对别人的尊重 这服装它得合适 也是人家对您的一种尊重 嗯 这是服装啊 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修养 对 反映一个人的礼节 嗯 出门到哪儿都得跟人家讲礼貌 懂礼节 是这样 礼之邦啊 礼大国 礼廉廉耻国之四为 四为不张国乃灭亡 您听这话 敬人者人亨敬至 爱人者人亨爱之 嗯 有子曰礼之用何为贵 先旺之道 四为美小大有之 知何而何 不亦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我说这个你懂吗 我都没听过 哎 所以说甭管干什么 要懂得礼仪 懂得礼节 好啊 礼仪 你有吗 哎 有点 有点啊 哎 礼仪体现在各方面 嗯 不光是服装服饰 还有 人们见面互相称呼 是 也得讲礼貌 懂礼节 哦 称呼方面 对了 嗯 比如说吧 啊 你要是到了这个通州 嗯 把排行放在前头 姓氏哥的后头 嗯 姓张行二 叫二张 二张 这不就是礼节吗 那人家爱听啊 特别高兴 是吧 高叫高答应 不许不乐意 咱学一学 来一来 比如说我姓张行二 嗯 通州我在前面走 您在后边喊我 喊我二张 你看我高兴不高兴 好嘞好嘞 我姓张啊 来来 二张 哎 不许不乐意啊 真回来了 不许不乐意 哦 我还爱叫 我姓高 叫 二高 哎 哎 还真是 你看看 我姓记叫 二记 哎 还真回来了 你看 不许不乐意 是 我姓舒 叫 二叔 哎 你你你你你 别别别想了想 别没了 不许不乐意 你是乐意 不许不乐意 我不乐意啊 就是姓这下 哪个哪来个二叔啊 姓舒啊 干脆这样得了 啊 我在前面走 你教教我吧 我叫你 我还爱听呢 你姓什么 我姓伦 姓伦 二伦 哎 你姓李 二李 哎 你姓沈 二婶 哎 这这 二婶干嘛呀 不许不乐意 到我这儿给二婶了 啊 这是说人家那个地方 说话的礼貌 说话的礼节 嗯 到咱们天井又变了 咱们这儿哈 男人见面 称呼爷 哦 这是最大的礼仪 最大的尊重 是吧 嗯 姓张张爷 哦 哪去张爷 哦 对方一听呢 回答一大串 是吧 哎 咱咱学学这个 这在这也学学啊 您那天井话 您能说吗 哎 救活救活吧 回答一大串 爷爷爷 有意思 哦 马路上再碰上了 好嘞好嘞 见您打招呼 嗯 要花 这不乱爷吗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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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您看看 哦 有意思 一大串 回答一个爷 也是那么回事 是吗 听着好听 他干脆 再来 嗯 乱爷 爷 好听 对 回答俩爷 稍微差一点 咱再试一试啊 要花 乱爷 爷爷 喝水哪儿跟哪儿啊 也行倒是啊 是 这是玩笑啊 您别往心里去 我别往心里去 你别往心里去就行 这就叫礼 对 还有这么一两句话 也是形容这个 说话得会说 办事得会办 是吧 礼仪吗 这是哪两句呢 叫见人搓寿 见物增价 您广这么说呀 还不太理解 我给您举例 您细分析分析 什么叫见物增价呀 对 比如说吧 朋友买了一样东西 让您呢 给见赏见赏 瞧一瞧 您给看一看 是 这个怎么办呢 要估价格 这个环节的时候 把价格往高处猜 对方心里高兴 这就叫懂礼貌了 懂 讲礼仪了 您能细说说吗 朋友买把扇子 您看我买把扇子怎么样 接过来一看 比如说看这把扇子 值三百块钱 三百 别猜三百 得五百块钱吧 哪儿五百呀 四百买的 是 其实它贵了 对 那猜五百 他高兴 上回我看着卖的 还不如你这个呢 还卖五百呢 太好了 好啊 得了 送你了 这就送他了 你看看 说两句话 对方爱听 未与相关来意 开言要顺人心 您听这话 这就叫礼 对不对 咱比如说要猜这价格 往低了猜一猜呢 往下压价 对方不满意 您来来 我买一把扇子 您给看看 这什么玩意这是 这叫扇子 怎么了这个 活人用这个 什么话 这多少钱呢 一有钱几把呀 批发来了 你拿过来吧 对 买匹谁呢你 人肯定不爱听了 就没有礼仪了 是是是 这是见物要增价 见人搓受这句呢 见着上岁数的老年人 对 打算跟人聊聊天 猜猜人家岁数 怎么办呢 把这个年龄啊 往小处说 往小了说 对方听着高兴 是吧 当然不能太夸张啊 大爷您十几了 那也不行 那叫什么大爷 看着像八十多岁的 您猜七十多岁 人都爱听 高兴 您学学 老大爷多得岁数 还小之呢 多得岁数了 七十二了 七十多岁 哎呦您有七十二 您要不说我没看出来 我以为您啊 六十四五呢 嘿这话 看这个精神气色多好啊 老头高兴 哎呦好小子 上我那去 哦哦 老爷子爱听 非得这样 这岁数要是往高了说呢 不乐意 多说点 大爷多的岁数了 还小之呢 七十二了 七十 七十二还小啊 哎 不小了 哎呦 差不多了啊 你都完了 什么叫完了 看见那模样像九十多岁的 呵 眼神不行了 比我们年轻的差太多了 看得见吗 这几个 这多少 多少 多少损呢您 嘴是口齿也说话也不利涂了 没事别出来了 啊 啊 你看没事那个马路上车祸撞死 差不多都七十二的 像话 是吧 你要出了也行 嗯 看哪那骨灰盒促销啊 赶紧拿个号去 啊 是吧 要不说那赶上好时候了 什么意思 赶上秦日皇这个年头啊 六十不死活埋 你都埋了十几年了 别说了 大家好 大家好 青春首艺人 文化筑匠心 欢迎各位准时准点来到我们山楂树下首艺客栈 山楂树下鲜果炸多吃一点也不怕 感谢鲜浓美味多吃不怕的山楂树下对本客栈的大力支持 今天这个上场的服装大家有没有感觉很特别 师哥我发现了这跟往期节目不一样 我感觉现在不是陆综艺 有点回到那个咱们的后台相声专场的意思 都是大褂吗 这个平时啊 这个听相声看到我们就穿的是大褂 对 有一个优酷社区说学逗上圈的网友啊 一直想看咱们撩大褂 撩大褂 撩大褂 撩大褂我还真不太会撩 这很简单呀 随心而遇的你就撩 撩大褂 撩大褂 你撩我的干嘛呀 好不撩他的 自己嗝的 撩大褂吗 是不是这个我撩的不太好看 他要动下脚啊你发现了 哦 那咱们这样 咱稍微站开一点 咱们一块给大家撩个大褂好不好 好好好 既然大家爱看 我们就满足大家这个要求 好不好 太好了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都这么正经的撩啊 你怎么撩啊 你怎么撩啊 你不能玩我们呀 谁玩谁呀 咱好好撩一个啊 好好撩一个 一 二 三 是特别好看吗 其实啊要的就是这个动作 但是我挺失望的 我挺失望的 我本以为录个节目 咱们能穿点那个新的衣裳 具足给咱们这个衣裳 我觉得挺好的 还特意弄一造型 结果又穿一大褂 师哥就您这个长相 什么造型都救不了您 您这毛病不出在大褂上 我希望你跟我说话注意点 毕竟我是新继任的 手艺客栈的演出部经理 痴心妄想 谁就通知您 就当这手艺客栈的经理了 小弟弟 我还说我是手艺客栈的 二位 二位 弟弟 弟弟累了 跟哥哥说话 这会懂得千让 我听明白的意思了 大家都挺想替代 孟和唐这个角色的 是 这叫什么玩意 那既然你要不要想当这个经理 我觉得可以评一评 选一选 我现在要考验一下大家了 好 这个就冲你们啊 不愿意穿大褂这个心情 我觉得你们就不配当这个经理 大褂怎么了 大褂怎么了 那个胖子 我就穿大褂的时候最自信 他说你 谁 你说你要点脸 哥哥 大褂真的很好看 对啊 但也不一定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怎么说 壮身不可怕 是 谁丑谁害怕 没错 你知道吗 说谁丑呢 说谁丑呢 就你好看是不是 是不是就你好看 不是不是 你这人怎么说疯就疯了 这些浪服特别的流行 很多年轻人日常都会穿一些汉服逛街啊出游啊成为现代都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因此提议咱们手艺客战举办一场中国华服秀 好 好 展示我们中华传统服饰之美追溯华美汉服背后的故事 咱们请出文化召集人青年演员毛子俊王楚然 大家好 我是毛子俊很开心来到手艺客栈做客 大家好 我是王楚然 那么我想问问这二位啊对于最满意的古装造型分别是什么 因为之前也有尝试过一些比较简单的 然后华丽的装扮也有过 然后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偏宋朝的吧 因为可能接触的会比较多 宋朝的 古代的造型就很复杂 不仅是衣服还有整个发型 对我来说我最轻松的是拍轻装戏的时候 因为它只要梳一个辫子 哦 它就稍微简单一点了 对 所以清朝戏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造型 您平时爱看我们的相声吗 看啊 对我们相声有什么了解吧 其实没有特别专业的去了解相声的东西 那还是没看 有的时候会比较好奇 也就是大家说相声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一把扇子 对对对 但是我们舞台道具 这样吧 道具老师已经拿了两把扇子 这个发给您一把 哎 清朝贤 哎 发给你一把 怎么了 我觉得可以教一教毛老师 怎么利用咱们的扇子 摆些什么样的造型 那我稍微简单的教给你一个 别来简单的 就来男的 简单的吧 对 来那个一转那个780度那个 那我也不会 那我也不会 其实最简单的咱们这咱就这样拿 就这样拿这么转 哎呀你学得很快啊 学得很快啊 然后可能稍微难一点扔起来这样 我会这个 我之前学过 哎呦这个 扮猪吃老虎 哎强先来这个 人教你一个 来你来一下我看看 其实就你要把它甩出来 然后顺势就转一圈 哦是怎么样 哇我都没有来过 你把这个围支住 然后正好 绕一圈就可以 这样 对 这个环节设计得非常丢人啊 转扇咱摆个造型好不好 好 大家都爱看你们最帅的一面了 山丹树下 你浓我浓 多吃不怕 情意正浓 二位造型确实不错 不过这只是一点皮毛 咱们中国的传统服饰里边 蕴含着很多文化和知识 不仅它穿着好看 而且穿着还要讲究 最主要的还要穿对 哎师哥 您说穿着对这一点 我真是深有感受啊 因为你经常穿着不对 对对对 因为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着才是门道 所以我觉得 咱们真的应该请上几位 服装专家 教一教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是怎么打扮的 不用不用 你这闲的请他们干嘛呀 咱这自己怎么不会穿呀 咱这旁边的衣裳架子 多好这衣裳架子 对不对呀 注意他身体 哦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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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里边来一小褂子 外边来一大褂子 下面穿个裤子 底下穿个袜子 外边套上一鞋子 台上来一桌子 上面有一扇子 我们俩一起说段子 说完段子我们俩一起数票子 行了行了 咱这甭捣乱了知道吧 咱们现在穿的这个演出服 都从长山演变过来的 这样啊 咱们接下来有请一位专家 来给咱们讲讲 请这位长山设计师 张延光老师 张老师您好 张老师好 您好 张延光老师是 设计大褂的专家是吧 对 您是专门设计大褂吗 还是之前这个也设计别的 不只是单独是大褂 其实包括影视剧的服装 舞台剧的服装都设计 都牵扯到 都有是吧 对对对 您是大褂的专家 您稍微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大褂好不好 好 传统讲的话就叫搁的扣 这个数量有讲究吗 正常的话是七对 七对那就是十四个 这叫一对 主要是一个 对下边一个扣子到咱们开叉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这个开气 反正一般来我们这个项饮员 这个扣子的这个高矮 就是手能碰到最后一个扣子 对 老师老师插一个 他这个六个扣子这个 是不是就为了剪材料 不一般 要我过来跟你讲一下吗 您说 他那是偷来的 对 还对呢 这个扣子这个位置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他这个腋下这个扣子 和下边的扣子的距离 跟其他都不一样 你可以一般说 有一个内兜实际上正常的话 还真是的 长得跟你不知道一样 你第一天穿大罐是吧 而且确实是 很多人真是很好奇 这个穿大罐 是穿什么样的鞋 其实穿大罐 穿皮鞋和穿布鞋 是都可以的 他有的人 籍贯性地穿皮鞋 然后他做的大罐 就会稍微地短一点 对 要把皮鞋露出来 是是 然后呢 要穿布鞋 那大罐就稍微长一点 要盖到脚面上 然后袜子的颜色 也没有说的硬性的要求 没有 没有 我之前了解到 就是有些大罐上面 是有花纹的 然后还有那些刺绣什么的 那些是有什么讲究吗 其实这个也没有讲究 他实际上是根据 演出的需求和 演员的需求 来去定 有没有花纹或者是图案 老师 那我们那个相声语言 是不是每一个新的节目 都要做一身大罐呢 这也不是绝对性的 也没有那么有钱 对 也没有那么有钱 我听说是打开一柜子 全都是大罐 这个确实是 反而像我们家 有一个专门装大罐的 长柜子 而且还得需要宽一点 都把它都挂齐了 我们每个人 基本上都有十来件吧 得 江先生有多少件 我22 我22 他22件 张老师也带来了两件 刺绣大罐的作品 来 大家咱们一起看一下 来 其中大家看到的 它这个有纹理和结构的变化 它这种横纹和竖纹 它是通过一种 特殊的工艺剪裁 才达到的 它不是本身布料 形成的这种纹理 但其实它整个 你看凹凸 然后这个褶皱 线条就不在 完全不在一个平面上 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工艺 这样这个袖子这种拼接 倒不是一种直线拼接 对 包括这些斜线的运用 都是根据人的比例 去做的一些切割的分割线 就是这种图形 并不是说适用于每一个人 对 量身定制 对 这件大罐是什么料子 这是一种醋酸 属于是合成的 醋酸 醋酸稠 哦 醋酸稠 包括它这里边 这个也是用到的是 甲铃甲锈 这是为了穿着方便 哦 夏天穿比较好 对 也透气性 这件的 大家看到的辨识度比较高 对 可能大家都会误认为 这是一件 布料上面自带的这个图案 不是自带的吗 不是 是一种手推的刺绣工艺 是手推秀 跟手秀也有不同 也很麻烦呗 非常麻烦 这个光秀的话 就得是15天到20天 哦 再加上制作的时间 基本上就30天才能完成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大罐 这个里边这个兜 这个兜 其实这个兜很简单 就在这会儿有的时候 可以搁一点纸啊 手绢啊 搁一点小道具 这 我能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两个印 这两个 哦 这个 你观察得太仔细了 这个 就是解决了 这件 穿这件衣服的人 他的 贴合度的问题 贴合度的问题 对 更合体 更合身 对 我看我这个 你看 他前面这个前摆 就仗出去了 如果要这个设计 是不是就会 是这样的 哦 哦 哈哈 哈哈 这个 长山呀 看着很简单 但是没想到 里边有这么多奥妙和讲究 说到这儿呢 我们还有一个 关于大罐的 行业的 绝技 啥呀 就是每个向人演员 在被绕口令之前 第一个技能就是叠大罐 哦 我们每个人 基本上都给老先生和给师傅叠过大罐 这个是一种传承 我觉得咱们可以让道具老师拿来几件大罐 咱们学一学 让二位嘉宾也试试叠一叠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贺罗 喂 你负责教储然叠 好吧 好 张九南 我叫子俊叠是吧 没问题 啊 他叠大罐的呢 就可能啊 每个人的那个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嗯 首先抓着这个袖子 嗯 这手抓着领子 一过来 把袖子背过去 然后呢 抓着这儿 把这个筋啊对过来 嗯 这个时候呢 这几片啊 要就线啊都对齐了 嗯 然后开始折 嗯 这可以用这个手来找一找平衡 嗯 开始折 哇哦 张老轮叠得还真是很好 看我这个哥 看我这个哥 你招什么急了你 这就是这儿 然后把袖子叠一块 对 啊 叠袖 一抖 哎呀 这儿一来 拿这个跟这对齐 张文 你看你叠的 你再看张的男叠 你这叠的这叫什么玩意儿 这是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空气中叠 对 你可以试试 来 我不能白教你啊 我刚刚看是好像挺简单的 揭住领口 揭住领口 哎 把俩袖子揪出来 这边 对 和这边的袖子 不对 不对不对 完了 这边 你给这儿的袖子 这儿的 这儿的 这儿的袖子 哈哈哈哈 你看就会 你做就废 我就这样好 你拿一个 我拿一个 我跟着你学就好 对 看啊 第一步 你太聪明了 好 再往下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往下一点吗 为啥 哎 别把脸挡上 哈哈哈哈 往这儿抽 漂亮 这个扣 这个 哎 找这个盘 一共是三层 都捏住 哎 捏死啊 对 甩 甩 甩 哎 别松手甩 对了 我身搭了啊 完了 不得杀手 松手就容易跑偏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 现在两个手分得有点茫然 完了 这样坚持到节目录制结束 我就会有人救你 再找回去那个 褶子 褶子 转过来是吗 对 再摸上那个三片 哎 好好可以 然后把这儿稍微整理整理 太难了 稍微整理 然后就在身上 大家把它 卷 对 这个香怎么卷怎么卷 可以这样卷 这样卷 没有褶子 对 还方便旅行 对 这件大褂送给您了 谢谢 送给你回家叠去了 好不好 谢谢 不用谢 你以后给我当助理吧 叠大褂叠得这么好 咱们聊完大褂了 其实啊 发现咱们知道的 还都是太少了 哎 我问问你们 你们知道 现在最流行的服饰 是什么吗 什么呀 那必须是汉服啊哥 现在在小剧场里啊 穿汉服来听像的朋友 越来越多 还真是啊 哎 那我问问你 为什么汉服 它叫汉服呢 您这就是废话 就好比去问我 为什么张和伦 要叫张和伦似的 没有意义 你看你看 他不知道啊 他找折 您知道您说呀 高尔你记住了 为什么汉服叫汉服 汉服 它是汉子穿的服装 你别胡说八道了 你说这一点都不对 别瞎说了 汉服的意思是 汉民族传统服饰 没错没错啊 那咱们接下来啊 一起欣赏 中国的汉服 到底有多美 我没有多美 昨夜小楼有东风 春心翻秋一上心头 舞台湾 夏水 古人 原来 载 他们ãy 学习 更多 습니까 얘기 物理 tapi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场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所有的演员 下面啊 咱们要画样重点 敲上黑板了 这位嘉宾 别看他年纪不大 却是现在知名的汉服文化推广人 卓同舟 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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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老师 您好 您好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您好 您好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汉服感兴趣的呢 为什么要推广汉服呢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是18岁的时候去澳大利亚留学 哦 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有做一个多元文化节 需要我们穿自己的传统服饰去 我们中国有汉服这样一个美丽的服饰 我就希望能把它给更多人看到 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精美的服饰 我看每一位穿的都不太一样 是的 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好的 那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服饰史 这两位小姐姐呢很明显是来自于我们的唐朝 这一位小姐姐她身上穿的呢 是中晚唐时期的一个服饰了 考据的是敦煌墨高窟一幅壁画 叫嘟嘟夫人礼服图 是我们太原王室的一个造型还有服饰 经过了一个二次的创作 我身边的这一位哈 跟她的妆容还有整体的造型呢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她身上穿的这叫大袖衫 里面的是一个盒子裙 造型的话也是参考三花式女图这样子的一幅图画 你们看到她的脸上跟我们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画了花垫是不是 哎 在我们唐朝时期呢 特别是我们晚唐时期 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往自己脸上画花了 哦 这个就是我们唐朝时期的一个服制 然后宋朝时期的一个服装 各位老师你们看一看哈 就是我们这两位跟刚刚两位有什么区别没有 这脸上生出珍珠来了 珍珠装是吧 对 珍珠装 珍珠装的话 我们目前有一些出土的皇后绒像上面 她都有贴满了这个珍珠 哦 她身上这个灵感来源于安徽省的一个 南陵铁拐木出土的宋志的直领对金衫 大家可以看到她的袖子就变成了这样稍微瘦一点 右手边的这一位小姐姐的袖子 是不是比她就要小多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两位来自宋朝的小姐姐 谢谢 谢谢您 接下来呢要重磅请出一位 来自我们明朝时期的 我来介绍一下 大家肯定听过四个字 叫做凤冠侠配 对 那凤冠侠配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凤的官嘛 是不是有这凤凰的那个 那侠配是哪个 侠配就是这个裙子 这次就像晚霞云霞一样好看 就比较大的那种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非常有意思 看来是不对 就不对 其实呢我们凤冠侠配 现在只是指她身上的两个物件 凤冠是说对了 这个非常明显哈 这是一个凤冠 那侠配是前面的这两条 大家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个金属的坠子 这个呢叫做霞佩珠 那它后面的这三段叫做薄冰 那在明朝时期呢 一般来说皇后的话会带三段 这个就是明朝时期的一个符制 各位老师有没有通过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 感受到汉服的魅力 这个确实是 学到了好多的专业的词 谢谢卓老师 谢谢 因为现在啊 汉服已经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是需要一个逐渐被大火接受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汉服现在已经成为年轻人当中一种流行的文化 借着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到汉服 能了解到汉服的文化 很多人会去穿汉服 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 哇 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 他们并不是盲目的跟风 他们只是希望能真正的 让大家看到汉服穿到女孩子身上 到底会有多美 那我们也希望呢 借着这个节目 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我觉得大伙说得太对了 非常感动 大家都在自发地做着 我们汉服文化的一个推广 那我们呢 我们相互称为童袍 童袍 是的 就是岂约无依与子童袍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被我们演化成了一个意思 大家不要说我们没有衣服 我们都穿着同一件衣服 叫做汉服 那今天呢 看看我们后面这几位 老师们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发现了 发现了是吧 她 唯一作为男性吗 我也说 哎 我以为这黑衣女子呢 对 是的是的 请到中间来 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特殊的汉服模特 嗯 她其实呢 不是一个专职的汉服模特 她有自己的本质工作 各位老师来猜一猜 她是做什么工作 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 她应该是一个刺客 聂尹娘 让二位老师猜一下 二位老师猜一下 这怎么猜得了啊 那就说一下 就是每天上班 如果必须要说一句话 有什么工作用语吗 祝您用餐愉快 请给个好评 谢谢 知道了 什么 颠扫地 厨师 都在后厨 她有时间跟顾客打招呼吗 我们这一位小姐姐呢 非常特殊 她是我们的一位外卖骑手 哦 大家好 我是张衡 然后 我是一个外卖骑手 嗯 就是在我那边的话 我是乘着汉服送外卖的 您平时送外卖是不是很辛苦 我就觉得我 我很开心 那您作为这个外卖员 您每天骑着电动车 在这个大街小巷里来回穿梭 这种汉服的打扮 会不会有一些不方便啊 哦 不是很难受 我骑车的话前面风大 嗯 我就可以穿裙子挡风 哦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 她很漂亮嘛 嗯 你有没有在送外卖的时候 就遇到一些就是很难缠的顾客呢 难缠的倒没有 但是暖心的倒是有 我上次就是遇到一个阿姨 就我摔了嘛 她当时就很激动 她也不管她的餐了 她就看她 她就问我你有没有事 哦 当时我特别害怕 她的餐摔出去好远了 哎呀 然后你还担心这个餐 对 我当时特别怕 因为是要赔钱的 哦 结果那个阿姨却很担心你 她很担心我 她特别担心我 然后我走的时候 她还说你慢一点啊 你下次慢一点 以后也慢一点 哦 多好啊 她温暖 她温暖 嗯 真的 说实话 就是看到张恒的时候 感觉特别感动 因为觉得 她在这种工作当中 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值得的事情 因为自己亲身遇到过一次 有一个外面小哥给我打电话 说自己在路上摔倒了 然后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说没事 我说没事 你慢慢来就可以 到了家以后推开门的 她发现 哎 你是那个 哈哈 我去嘘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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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把钱给你们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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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每次看到你们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感动 这样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 做点什么这样 你有什么愿望吗 她想让你给她换一个电瓶 换一个电瓶 我特别喜欢大家 包括楚安老师啊 紫禁老师 还有各位老师 我都很喜欢 我能合个影吗 好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太小了 你应该问齐小姐 你结婚了吗 哈哈哈哈 那不行 那不行 我有男朋友 我有男朋友 哈哈哈哈 我是让她拒绝了吗 对 您的愿望是和我们一起合个影 是吧 对对对对 好 有请一下剧照老师 3 2 1 我觉得啊 穿着汉服送外卖 确实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事啊 你说到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卓老师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有没有类似于现在像这种外卖员的职业 您别说还真有 对对 然后这画里面就有我们的外卖员 那古代都做什么游戏 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这样子我们亲身来体验一个游戏怎么样 太棒了太棒了 我们哥几个都是游戏界的精兵强将达人 我们玩的游戏我就这么说 基本上没赢过 对 从来就没赢过 但是 我们大家有这个信心 没错 那我们一块体验一下古代人的游戏 好 每组三十支剑 分组比拼 投入湖里边的剑 谁的数量最多 谁为胜利 都准备好了吗 好 没问题 不不 张静 你先等一会儿先等一会儿 张静男你干什么呢 这怎么 怎么了 你扔这大有什么意思 他往这里投多好玩啊 你这个口太小了 太小了里边都是精华呀 老话说的好 山楂树下鲜果榨 多吃也不怕 不是那口也太小 我们实在认不下去了 想想想 太小了来大口的 铁罐 你这个口也太小了 咱还是绑这里边扔好不好 对 游戏正式开始 你这儿 咱们队友这么一慢动作 老大你先走慢慢走 准备走慢动作 一下就进了 你懂得什么叫不超过线吗 你懂得什么叫不超过线吗 我要给你们打个样啊 来老秦配合一下 来老秦配合一下 哇哦 注意安全啊 老秦我带你走干嘛 哈哈哈 你拽着我 拽着我 拽着我 我已经进了一个了啊 来一把大的 来一把 来老秦我带你 漂亮 咱们现在有多少支剑 这都可以扔了 哦 哦 哇哦 漂亮 哎呦 还是闷一回吧 别别别 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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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不不 哎哎哎 生气 再来一个 你之前是不是练过 大家联盟带虎的 还真进去了十几个 不是 哥我们这可不是联盟带虎 是凭实力扔进的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 太好了 那咱们把游戏加大一点难度 怎么加大呀 第二楼的投狐游戏 咱们两个队各选出一人 头顶着一只狐 本队其他人员用绣球 往对面队员的狐狸头 可移动接球 游戏开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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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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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我 天啊 你这太高了 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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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进了一个 一个一个来看我了瞧我了 对了 漂亮 啊 两个 漂亮 还会投球成顶吗 你这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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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打过篮球 四个 可以啊 两年败了我 没想到啊 我们输就输个彻底 差一点 差点 差点 差我了 差一点 哎呦 差一点了 差一点了 这上庙庙挣多少钱呢得 我们多少个 我没了 没了 没了 一共见了四个 该张九龙他们对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可以了 罗儿哥我得教了您什么是教科书了 好嘞 游戏开始 罗儿哥我得教了您什么是教科书了 二 二 二 三 这就丢人 四 五 你为什么有六个 七个 八个 老大准备啊 再来一个 九个 他是不是太多了 就是呢 打不 进了 没了 我没了 可以了 我没了 你扔了十个 不是我们导演给我们的球多一些 导演给我们的球多一些 来 没事 别害怕 不找你赔 比则yd 你穿越来 你你来 送外卖的准 送外卖的准 请给个好评 谢谢 准时准点 你跟我讲 你是不是外面到哪儿 说餐到了 地址准确 对不对 您的麻辣烫 走 四个 胜负就看你了 扔第一个咱就赢了 稳住 我害怕 加油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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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建议 张久南发给你一个框 朋友们 咱们都站到那边去 砸死你了 我何德何能 能获得大伙这样的青睐呀 哇 就享受到万箭穿心的感觉 我说一二三啊 走 走 开拍子 走 开拍子 走 来吧 开拍子 来吧 来吧 你别让他看我呀 来吧 杀死你 猜我不要脸 玩赖 想我们球 是有点大人了 大家玩游戏玩得都很辛苦 一定能都口渴了 现在好的饮料在你们手上 咱们每人喝一点好不好 好 再给大家顺一个 这个游戏玩得也特别有意思 我和大家玩得挺高兴 这证明古代人也是非常有乐趣的 这证明古代人也是非常有乐趣的 本节目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冠方山楂树下独家冠名播出 山楂树下鲜果榨 多吃一点也不怕 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这位是 中国传统服饰 飞仪传播人 有请刘思琪 好漂亮啊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刘思琪 来自和颂服饰文化 刘老师 您好 我听说您不光研究这个汉服 还一比一地复刻了很多古代的服饰 对对对对 百文不如一件 你有没有带来点让我们可以看一看 那我今天带来了比较多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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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我们身后这几件 这是我们复彻的几件文物的一些样品 我们可以请来这一件 这是一件明朝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服饰 大家可以猜猜这个服装它的名称是什么 名称是什么是吧 名称 叫 衣服 衣服 衣服没毛病 这件服饰它的全称叫 红素螺 绣金龙 花卉白子衣 哦 对 因为我们的服饰它是有一个命名的一个规则 就是它用什么做的 用什么工艺 然后它上面身上的图案是什么 然后它所呈现的服饰是什么 哦 大家可以猜猜上面有多少的孩童 嗯 有的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小孩 我猜有99个 您猜对了 哇哦 它这件衣服应该是99的孩童 嗯 99在我们以前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 这件衣服代表着一个多子多孙 包括家庭和睦的一个向往 哦 包括它身上也有很多的图样 什么五彩祥云 嗯 代表着五补丰登 国泰民安 嗯 为什么说这件衣服也是极大成的一件作品呢 因为它身上用了我们一个传统的刺绣工艺 它叫精绣 精绣 那我知道你看那驴儿火的啊 就那个 行了 就那精品 不是 北京人绣的 有点意思 有 蒙对了 就是来源于京城的刺绣 京城的刺绣 对 精绣胜于明清两朝 专门是负责公穷服饰的制作 哦 对 这件衣服是一个抑郁很大的一件衣服 嗯 一比一复刻的 一比一复刻的 这几个模特也一比一复刻的吗 模特都是现代人 然后我们下一件服饰呢 哪一件 这是这一件 来 这件男士 它这件是一件明朝的五官补服 官服 对 官服 但是现在可以随便穿了 它胸前是一个狮子纹样 狮子在以前是代表威武 庄严 哦 这个它是用于什么工艺呢 大家可以听过云锦 哦 云锦我听说过 云锦为什么要云锦呢 因为这个布料 它织出来就是色彩比较分明 嗯 仿佛天上的云霞一样 哦 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它代表的色彩是不同的 而且它用的工艺 也是用织金工艺 织金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大家肯定能猜出来 我知道 是金线 对 这是黄金线织出来的 这些都是黄金线 对 哦 以前我们主人的技术 已经很发达了 他把黄金 就是用这种工艺 压得很扁很扁 然后金线也分为两种 它分为扁金和圆金 扁金和圆金 对 圆金线 著名思义就是 它是圆头的 哦 对 扁金线呢 它的表面是一层金 后面是一层底儿 看来 日子 我不光带着这些衣服 还有两件比较代表性的 哦 哪两件 来 这也是您复刻的吗 这个 这也是您复刻的吗 这个 这是狮子 对 狮子 狮子以前是代表的 啊 对 这个非常还原 这复刻的 是吧 对对对 帮我立领 立得很好 包着它的色彩 包着它的扣盘子 非常到位 一笔复刻古代美男子 潘安 这是在古代 这是太监吗 是不是 拜拜 好好 别别 不要闹了啊 我们看这个舞台上 多了两件 是吧 这两件 得给我们介绍介绍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手这一件 大家可以看 一般我们来都说 这是右手这一件 因为在观众面前 可能是左手边 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参加 这个动物的学名叫什么 学名 学名 对啊 这个是不是叫那个麒麟呢 这件符字的文样 它叫飞鱼 飞鱼 哦 飞鱼 对 因为是什么呢 它跟蟒是不一样的 这也叫飞鱼吗 那这不叫飞鱼 那是蟒 你能给我详细讲解 这区别在哪儿 区别很简单 它有鱼鳍 这块有这鱼鳍 帮助它的尾巴也不一样 太细致了 古代人对于我们的文样 它是非常讲究的 哦 可以看我们的这 左手边这件 这个是什么动物 这个就是真的蟒 哦 这和毛楼穿的是不是一样 文样是属于一样的 哦 这件也是当初属于刺服的一种 刺服 哦 这我知道 轻易不能穿 得皇帝赐给你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两件服装 有点像这个唱戏的那个服装了 是吧 对 因为是当初也是由这些去演化过来的 嗯 包括这件也是属于道袍的一样式 这是道袍啊 这个道袍不像大家所了解的道袍 哦 这道袍是我们明朝文文雅士的服饰的一个样式 哦 对对对对 哎呦 您介绍实在太详细了 说实话 这个老师 我刚刚想问您 像这种衣服做得这么精致 要是给我做一套会 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都是两体裁衣嘛 啊 哇 你要是把这两件都给他 会更高兴的 我申请问一下啊 就是像这种衣服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个过程 先是去考察文物啊 和以前图样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资料 再根据我们汉服的样式 要把图样啊 版型啊 我听说过有这么一道工序叫刷样布 哎 对对对 这个工序那个讲讲 这个刷样布它也是什么 它是刺绣的一个工序之一 哎 我们能体验一下这个刷样布 哦 对 我很想体验一下 可以体验可以体验 可以体验 道具也上来了 您可以教教我们好不好 这个流程它就是刷样布嘛 因为在我们刺绣的 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环节 就是它样 它样 对 因为我们绣娘如何在布上做刺绣呢 厉害点的绣娘呢 可以在我们布上直接绣出纹样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批量生产嘛 比较传统的东西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张硫酸纸上扎眼 在这张扎眼 对 就比如这种图案在底下嘛 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是 哇 哎呀我小时候那个扎那个邮票 就这样扎的 对对对 这扎里面也行 这个还挺细致的活儿 龙儿哥行吗这个眼神 哎扎了一半了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扎完之后就上面这一层就有带孔了嘛 嗯 我们就拿这种所谓的这个画笔 然后在上面调制我们的一个燃料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样板 它在我们布上嘛 然后就可以 哦它通过那个眼 把这个燃料留在上面 对对对 因为这个现场这个时间确实太仓促了 对对 不怎么成功吧 你要给我们几天我们肯定能弄好 对对对对 今天跟老师学了很多关于传统服饰的知识 接下来咱们要进行一个随堂小考 好 大家看现场啊准备了很多服装 还有这些饰品 而且还请上了卓同卓老师和张衡两位老师 大家知道这个游戏是什么了吗 不 您说吧 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我给说一下那个游戏规则啊 现场有两位模特 你们自行分为两组 给各自的模特搭配一套汉服 之后请我们的刘思琪老师和卓同舟老师 分别从美观度上 实用度上 准确度上 给大家打分 满分是十分 分高的获胜 好 没问题 那咱们就分组很简单 左手为一组 右手为一组 咱们搭配这个服装呢也要有场景的 就是参加婚礼的 野外郊游的 假日即逝的 商务社交的 师傅 我们选这个野外郊游 对 我们选社交 商务社交 对 那咱们比赛开始 好 各位老师可以多观察我们 先观察一下 对 多谈一下 这个 这个 再来这个 你这个是结婚的 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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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婚礼 找点配饰吧 坐在这儿 我们给你带这个 这好 带这个 交油嘛 对不对 你没交过油吗 不是我往上交油 明白吗 不按套来吗 这是一套 这肯定是一套的 这绣花 跟这绣花 我今儿 我今儿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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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拿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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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再套一下 这个 给他 然后外头要能套上 再把这个再套上 我们哥俩搭配的 就是这个村最靓的 咋 野外郊游最靓女性 两组现在都已经穿搭完毕了 现在就马上要揭晓 穿得好与坏了 是吧 咱们有请二位模特儿 哎呀 太好看了 哇 哇 你们这就 你 这配饰 看着配饰 哦 皮俩虽又穿成这样 你野外药油 野生老虎怎么办呀 你得打人呐 对不对 我是老虎 打我来 我先看看他怎么发飙子 来 我稍微等一等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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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是很好穿的 特别棒 你看我们这儿有太阳镜 防止阳光的 而且我们给他穿了四件上衣 防冷 防雨 明白了吗 是咱们认真了 咱们都很合理 对不对 我们是大家闺秀 来 卓老师 我们先来看一下 您别扎着我 首先我说一下 就是咱们外面这一件呢 就不是这么穿的 衣服可不这么穿 怎么穿到了 对 它叫做盗袍 就是人家是要把它交好了 再穿的 人家本来是个男装 这是啥 酒壶 对 野外 你得取饮用水啊 取饮用水 看给卓老师高兴的 创意性我给打100分 好 我们满分10分 刘老师 刘老师 您来评价一下这个 这个操作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觉得这个创意性完爆对面 我们是一个贵族小姐 对了 看我们这披风就不是普通的披风 我是第一次见到拿裙子当披风 没想到吧 真没有想到 看了这么多年你都没想到吧 当客人遇见的时候啊 见到客人 我们要把小姐的披风拿下来 来来来来 这件也是在整体的色彩上搭配的比较素雅 我们是大家闺秀 啥子你们这太素了 没有彰显这种美 我们不去打老虎 老师我能问一下 这个哪是有没有穿错的地方 说实话 没有穿对的 都错了 都错了 这怎么错了呢 包括他的裙子和外衣选择上也是不太对的 有把外衣穿在里面了 把里面穿到外面了 哦 他这有点这个内衣外穿的意思了 对对对 没有经过这个学习和训练 连穿对我们都很难 我觉得二位老师还是应该给打一下分 咱想这边您给大家打多少分吧 还有个批哦 还有个批哦 非常棒 十分 十分是吧 卓老师给打 这边给打个分 这样我给九点五吧 基本上平均分呢 就在九点七左右了 是吧 来二位老师给这边打一下分 小心点啊 打不好分 这脸就飞脸上 那我给打十分吧 那我这边打九点五分 人俩人倒不得的人 那两边这个分也绝不出这个胜负来 因为毕竟俩人都错了嘛 是吧 也确实是趣味性比较强 但是他们这个伤害性更大一点 要扣一点分吧 看来今年的教学颇有成效 汉服从小众艺术发展 变成了流行文化 同袍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汉服在行制不变的前提下 在设计上融入了更多时尚的元素 蕴含了对古典和当代等多元美的包容 汉服的流行不仅仅是一件衣服的流行 它说明了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喜爱 希望我们的同袍越来越多 传统文化的粉丝越来越多 不对啊 哥里哥 咱聊了一期汉服了 咱们还穿大褂不合适吧 都穿汉服 咱们都穿上汉服 你们可别忘了 我一开始说的 收到了一封书信 可是让我们客栈举办一场 中国华服秀 正好我们都在这儿 我们都在这个大秀里体验一下汉服好不好 好 那么接下来就由手艺客栈主办的中国华服秀 让你们再次感受华服的意境和魅力 无论下来就由手艺术 垂宜商而治天下 异曲自乾坤 汉服华美异境悠长 君与霓裳心之所网 星冠霞佩 试叮当 明翠 姚蝉翼 仙跪 李复庄 衣冠上国 礼仪之邦 春出众菊筑盘书 秋往开花插酒壶 眷勇宋氏 文雅精神 百花启发 花恶楼前雨露心 禅城里太平人 取住院之笔 续写中华文化 论千年传承 且看华彩迷藏 雁南窥一人独首 闻君可停留 看朝夕繁华不黛 为四人守候 余文尽兴细时何夕 心悦可知否 不愿尝情无所记 看情似白头 故事不愿尽力 文雅兴细时何夕 地露心 遇见不脏 她笑着与情作别诗 挥避提一次母语 落下看破儿子 半情等故事 她唱着她笑与不知 一步一举诗相思 她瞎人闻声不识 说红尘无识 她笑着与情作别诗 挥避提一次母语 落下看破儿子 半情等故事 体验了古时候的场景 穿上了汉服 就仿佛回到了古代 确实是这一期节目 做下来感受不少 知道了很多制作的技巧 也看到了很多精美绝伦的汉服 总结起来就是 巧夺天宫美幻绝伦 而且我觉得这么优秀的技术 衣服应该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也觉得这是老祖宗经过多少年来传承下来的文化 我们应该要继承和发扬 并且珍惜它 爱护它 保护它 对 通过了精彩的节目 我们体会了汉服之美 而且通过了有趣的游戏 让我们体验到了古人的生活方式 汉服华美 宽袍大秀 裙媚飘飘 李白的诗句 《霓裳夜广带飘服升天行》 十个字便写出了身着汉服的飘飘欲仙的境界 汉服从历史走到了现在 从影视作品走进了现实生活 我们也可以穿着汉服去吃饭 去拍照 去度过人生中每一个有意义 有仪式感的重要时刻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 对传统最好的传承 本期冠方山楂树下青春手艺人 中国华服秀任务圆满完成 我们下周再见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节目播出期间 官方微博圈青春手艺人联合 圈微博综艺 面向微博网友 共同发起寻找你身边的手艺人话题 网络寻找活动 带话题的微博发布视频 展现你手艺人的一面 我们将会从话题下面选择优质内容 在节目中展现 汉服源于华夏礼仪 荣惠美学公义 中国因此得名号众多 为之衣冠上国 为之在礼私国 为之锦绣中华 为之礼仪之邦 汉服华美 意境悠长 君与泥商 心之所枉 书说至此 且告一段落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再说 今天的主题是 武林大会 有请蒋梦杰 李承熙 鸾天意 林怀 郭青天 有没有简单的动作能教教我们 芭蕾九有个这个就是叫 Underdown 你再给他拍台下去 这样 对 然后眼睛放大 蹬得有点太大了 接下来随堂小考时间了 手劲舞跳 手劲舞跳 完了腰鼓舞跳 腰鼓下课 手劲舞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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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腰鼓舞跳 腰鼓 还有腰鼓 腰鼓都下跌了 记不上 记不上 你别想了 别着急 别着急 勒嘴了 对不起 希望更多的小伙伴 能够多多地了解 咱们中国的古典文化 发扬和传承 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 是我们在场 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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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